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我们上次跟大家讨论 有关于神的惩罚跟管教 不再有惩罚 但是有神的管教 再来我们要把剩下的部分讲得更清楚 就是苦难 其实圣经在新约里面 在恩典时代里面 我们仍旧有苦难 但是哪些事 神要我们受 哪些事不要呢 其实总共有三种苦难 而三种苦 神只要你受一种 让我们来看哪三种苦难 请看 三种苦难 第一种 造神旨意受苦 第二种跟第三种 逻辑上就是不造神的旨意受苦 造神的旨意受苦是一种 那是要得奖赏的 这种受苦与你有益 第二种 自讨苦吃 第三种 撒旦的供给 让我们来看圣经经文 彼得前书四章12到19节 亲爱的弟兄啊 由火炼的誓言领导 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这样这样的经文 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神要给我们的苦难 你知道吗 为主受苦是有福的 为神的名而受苦 是有福的 这是祂要你受的苦 好 我们继续看 你们中间却不可友人 因为杀人偷窃 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中间我们省略之后 那照神旨意 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交予 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所以有些时候 你真的需要为神受苦 比如说你传扬真正的福音 人家会说你 你这些人就是不想要自己做 所以你们就是 只有靠一个耶稣救你们 你们就是只有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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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祝福祝福祝福 你们什么时候要 做一些好事呢 是的 我们要做好事 神会从我们里面激动 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去做好事 你很多时候为了 持守基督徒该做的事情 而受苦 那是神所喜悦 这种受苦与你有益 但是这边说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 杀人 偷窃 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 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 比较都比较不会 杀人 偷窃 作恶 可是后面有一个是 好管闲事 弟兄姐妹我求你 我求主帮助你 我不是求你 我求主帮助你 我们要去辨明 我们不要好管闲事而受苦 有些时候 神在做一些事情 你不需要去介入 有些时候 那件事不是你的事 你不要好管闲事 你不要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 这就是你自讨苦吃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 哥林多后书12章7到9节 这是保罗写神 加在他身上的一个次的故事 又恐怕我应所得的起事盛大 就过于至高 所以有一根刺 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所以很多人说 这根刺 这根刺 这根刺是什么 这根刺就是疾病 所以神会把疾病加在人身上 不是 圣经上已经告诉你了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这根刺是什么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所以保罗去哪里 撒旦的差异 那些犹太人 你千万不要吃药 千万不要休息 赶快去游冰水 然后不要擦干 然后去外面很冷了 因为这苦难对你有益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这样 神要你有智慧 该求拿走的苦就拿走 所以保罗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他 OK 再看下面 他对我说 主对保罗说 我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肉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肉 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 前面原本是第三层次 撒旦攻击保罗 但是之后神说 我使用这一切的攻击 所以保罗 神对保罗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这个撒旦的攻击 就被神使用变成 神要他受的苦 神要保罗受的苦 所以原本这个撒旦的攻击 来的时候 保罗就三次求神拿走他 可是神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保罗就顺服 为主受苦 为做基督徒的受苦 就是苦难三个意义 不要白白受苦 如果神要你受 我们开心的接受 神不要你受 祷告求神拿走他 不要自讨苦吃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祝福我们这一位弟兄姐妹 不要再自讨苦吃 撒旦的攻击 任何的疾病 任何的灾害 任何不好的事 奉耶稣我们就抵挡 都除掉他 但是当中有主要 我们为他受的苦 当中有主要 我们为他摆上的这一切 我们为做基督徒的受苦 就大的荣耀 这致战至先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那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奉耶稣祝福你 阿们 阿们